新聞頭起先來關心 就到義塾詞騙電話最好要先來報警 確認 中華市一名占責男主一口氣給騙95萬 原來是詞騙集團今無天良 兩準爸爸煩惱好心給幫票 還給打斷腳趾 就這樣記載詞騙集團的要求 高錢救好心 好 知在第二次要到這種時候 有來報警察 中華警方他們處是中價集價 代表二十多四斤的車手 路口感濕去協調比海這真緊張在說電話 過不多久 雜騙集團車手就憲心來貸錢 這年順利就騙到55萬 雜騙集團真貪心繼續騙 不過第二次就沒這麼好溫柔 警方表示比海人依照雜騙集團支持 將55萬現金放在中華市 並和郭秀兵的便電燈 然後回去房間等待好心消息 想不到小孩電話卡不通 雜騙集團拿到55萬之後 紀念還要40萬 那被害者跟歹徒還在聯繫當中 於是請被害者跟歹徒聯絡 看約在什麼地點要交款 那剛好這個歹徒也告訴被害者說 你要再支付現金40萬 因此就放在這個鄭德高中的前面 那本所專案同學在現場埋伏 將這個歹徒出面取狠的時候 當場逮捕 因為小孩電話卡不通 比騙55萬 比海賊也給有青少年朋友 出望債瓜一定要讓家裡的人 知道去哪裡電話也要吃 所以拜託你們這些青少年 拜託你們 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受害者 對不對 跟家人跟家長講一下你們的去住在哪邊 讓家人安心可以嗎 警方調查之後這次 車手但生嫌犯 生人犯罪 而且之前受到多好阿浩的男主機訴 雖然警察抓到車手 不過要抓到主陷 從今天沒那麼簡單 大眾的新聞 中西梁中華 彩虹報導